我们现在看我就聆听中国这四个字 包括你们的这段经历 还有您问的这几张聆听中国的唱片 它很传奇 但你们当时身处其中 就在它还在起点的时候 比如说你们正准备出发去美国的时候 那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进步 我其实很好奇这种 是不是当时就是已经特别平常 其实第一次 迦南你知道这个原因吗 咱们第一次的美国之行怎么形成的 我不知道您告诉我 咱们要去到美国了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平常就是写东西 从来没有涉及到演出这一块 你看我以前什么时候演过的时候 都是在棚里录音棚 对吧 写东西给别人做东西 那次真的是美国芝加哥教育园团的音乐总监 James他听到了我的音乐 然后来邀请我们的 所以说文化部特别重视 当时还是文化部 我们去了以后还跟他们本团的一些 音乐家 业家一起合作 你们那时候多大年纪 十年前 差不多 十年前 对 第一场 第三年一四年 一样的 其实说那时候我跟马老师呢 只是在做另外的其他的发烧唱片啊 就是做那样的编曲 马老师把我介绍到这个大藏唱片 一起在做这样的幕后工作 那个时代好像对于舞台演奏啊 未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 是 是